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瑞卡 相信呢 近期大家應該都非常關注一套 契用珠一番賞 那一套契用珠一番賞呢 就是有浦屋還有賽魯 那在5月5號的時候 日本已經上市了 那我就在看YT影片的時候 我就看到人家在抽 我超級想抽 我的抽影又犯了 現在呢 有最新的 線上抽一番賞平台 一番賞 那因為外面現在下游 我又不想出門 所以我就乾脆要拍片 幫大家實測一下 在線上抽一番賞 它呢 就是有分找一番賞跟找店家 那因為我真的很想要抽那套吃用珠的一番賞 所以我就選擇找一番賞 找到了那套吃用珠一番賞 我來看一下哪些店家可以抽 它這邊有還蠻多店家的 第一個就是 欸 小皮球公仔研究所 小皮球我有聽過 好像是阿寶跟牛奶 還蠻常去抽的一個店家 它就是位在台南花園藝市的正對面 蠻大間的一間玩具店 有機會呢 我也想去現場抽抽看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他們的這一套 欸 他們有 新的一套 新的一套 我們要不要來抽一下新的這一套 我來看一下他的獎賞有哪一些 A賞的話呢 是孫悟犯野獸型態 點一下看看會 喔 點一下他就會告訴你說 A賞的話呢 你中獎機率是3% 然後再來 B賞 筆克 潛在能力解放型態 抽中獎機率是1% C賞 賽魯也是1% 然後魔人僕 我最想要的 也只有一%而已 全新的一套 我來想一下 我們要不要直接10抽下去 好 我們來10抽一下 然後我們展開一下他的籤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要選幾號 我的幸運號碼 7號 我先把7號都選起來好了 5號 4 5 6 7 8 再選兩個號碼 5號 9 再選一個 中間10 好 我選了10抽 準備要抽了 按確定 10抽 他會跟你說一下那個遊戲規則 OK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確認 10抽 總共3600 他會告訴你說你確定要買這些籤嗎 好 再跟你Double一下你選的數字 好 按確定 準備要抽了喔 欸 我覺得很棒欸 他有保護機制欸 啊 好酷喔 他是直接讓我有那種手感欸 啊 有聲音 舉手 杯子一個 7號 第2抽 哇 他保護機制 我有300秒 又是杯子 17號是杯子 啊 又是杯子 怎麼都是杯子 超滑牌 啊 他這個 真的 他那個感覺喔 喔 他可以咪牌 啊 愛賞 毛巾 最後6抽 又吧 又吧 愛賞 又是毛巾 啊 又好像是毛巾 我最後4張的毛巾 我最後4張的毛巾 毛巾 蛤 你是不是我的Mucky number嗎 1 9 我想要不一樣的好不好 最後2張 又是毛巾 又是杯子 我剛剛在小皮球啊 10抽都沒有抽到公仔 那我現在啊 再看一下說 1番箱裡面還有哪些店家可以抽這套最新的 千萬多1番賞 那我們現在就選一下找店家 來找一下 我看到了 熟悉的宅神爺玩具 欸 話說我已經 有一陣子沒有去宅神爺 我那時候啊 在宅爺那邊抽了一套 超滑牌王的1番賞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宅爺裡面啊 就是有非常多 奇怪的小物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他那邊抽 然後他現在也有在1番箱裡面有店家 然後我稍微看了一下 嗯 欸他有耶 他有3套 信用豬的1番賞 我來看看哪一套比較好 這一個 剩26抽 但是沒有我想要的賽魯跟魔人普 然後這一個剩19抽 也沒有 然後再開一套 這一套 他80抽全新的一套 我們要不要再拚一次 全新的一套 而且我覺得很酷欸 他這個頁面啊 他會告訴你說 誰同時間跟你在同一個頁面 現在就只有我一個人在裡面 欸還有另外一個人在裡面呢 那我們 就跟剛剛一樣 我們10抽 然後他一樣是可以選號碼的 我們抽全新的一套 然後呢就是因為他是有3套嘛 大家可以注意看他其實有想號 如果你要抽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他的想號 順便你想要選的想號 我這個想號是187 展開籤頭 好緊張喔 一樣是選號碼 80抽 好隨機 隨機點 不想 點得很開心沒有看幾抽 現在抽幾抽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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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9 9 欸剛剛好10欸 好我要確認了 直接10抽 確定 然後10張3600確定 確定 他有保護機是10張簽了就是300秒 現在要抽了 H賞 指令牌 這很有感覺欸 他會這樣化開來 愛賞毛巾 G賞 G賞 杯子 現在三個都不一樣 3個吧 I賞 G H賞 指令牌 H賞 利牌 最厚四張簽 H賞 H賞 利牌 他可以讓我慢慢抽 喔 250秒可以繼續吃 G賞 杯子 剩下兩張 欸 愛賞毛巾 再來 H賞 H賞 10抽沒有欸 怎麼辦 那我們慢慢抽好 我們5抽5抽抽 那我覺得他這個還不錯 是可以讓你看一下 你抽到的獎賞 然後緊接著呢 就是因為我還有保護機是 我有200秒可以考慮 我要不要繼續抽 那我現在想要5抽5抽抽 然後我就會 稍微看一下 欸這一套是不是我剛剛抽的 187號 沒錯 而且他現在店裡面的人數呢 有四個人 代表四個人在排隊 展開籤頭 然後我現在要選9號 17號 24號 然後選後面的號 79號 跟77號 5張了吧 確認 確認 5張 然後按確定 然後我現在5張5張抽 然後他一樣的 他是有保護機制的 他就會累加上去 愛賞毛巾 5張 5Tele 5 3 5 merci 5 3 5 5 3 5 5 愛上貓廳 然後我這時候就是看一下這裡面有幾個人在等 我現在已經抽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等 我現在內心裡面我要想我要抽C跟F C跟F 然後我要繼續抽 看一下我錢夠不夠 嗯還夠 抽1800 還夠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抽囉 一樣呢是有300秒的時間 欸我只抽不到二次抽 我抽到五 各位12號 12號 愛上毛巾 好 真的不會 欸就啥 立牌連我家的果都激動了 欸就啥 立牌 最後一張 給大家看他就是這樣 立牌 欸我覺得可以耶 而且他直接告訴你說你是幾號抽到服務的 我覺得我差不多可以 因為有抽到我自己想要的 然後我現在收起牽頭 現在裡面有兩個人在等 我把他的普屋抽掉 然後他普屋抽掉 或是你抽到其他小獎的時候呢 他這邊啊的機率啊就會重新排練 然後也會直接讓你知道說 欸哪一個獎項還有獎 欸我覺得這個線上一番賞平台真的很可以耶 我覺得完全沒有想到說 這一套一番賞我居然第一個出了 就是魔人浦屋耶 大家應該都知道啊 他這個如果出魔人浦屋 等於就是這套一番賞已經是廢套了 然後我前面10抽是在小皮球抽 沒有抽到 然後後面呢20抽 然後在第16抽的時候 在宅爺這邊抽到魔人浦屋超級開心的 欸宅爺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喔 我一跟你捧場然後就把你廢套 大家如果到台北地下街去逛玩具的話呢 可以從Y13手機上來直直走 右轉了就可以抵達宅爺玩具店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要拿商品的部分 那一般上他這個品牌 他基本上他上面的店家都是有實體店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啊到現場去領取 或者是說呢請店家幫你遊記到家 然後像是小皮球的話 我剛剛有抽到石窗嘛 我就會請他呢幫我寄到家裡來 那如果是宅爺的部分 因為他離我家還蠻近的 所以我就會直接到現場去領取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然後選擇你要寄送 或是說到現場自取 我已經從宅爺那邊呢 取完我線上抽一般賞的時候 得到獎賞 那我那個時候去取貨的時候 剛剛好呢遇到一般賞版主的瘋 跟他也去取他線上抽一般賞的獎賞 我就看到呢他抽到A賞還有C賞 我就說欸你可不可以借我來跟大家開箱 所以我就把他們帶回來了 A賞呢是毛巾 我覺得他這次的毛巾做得還蠻好看的 尤其是小毛巾 看上去呢就是有一種未來科技感 然後迷紅燈的感覺 還蠻好看的欸 A賞立體立牌 那這次的立體立牌呢 他是採用這種三層的直立牌 來去堆疊而成 所以整個看上去呢非常的有層次感 而且他總共有六個款式 都算是還蠻經典的圖案 還蠻推薦大家呢都可以全部收藏 G賞杯子總共呢有五種款 現在這次的杯子呢他都是想要這種 黑色做為底色 上面呢是燙金的圖案 那我其中有一款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這一款 神龍的圖案 接下來呢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啊抽獻上一番賞第一隻 就是所出的公仔F賞 普屋以及呢跟豐哥借來的A賞 還有C賞 登登 欸我開完了之後 我發現這套抽獻上一番賞 真的很棒欸 還蠻值得大家可以收的 那我們先從啊 這次魔人普屋開始跟大家介紹 他整個高度的大概是28分左右 他有表現出來啊 魔人普屋他對著你們那種臭轉的臉 臉部啊就是有做出那種真靈的樣子 然後稍微露出一點牙齒 然後他的肌肉線條啊 他都有在加深 所以呢他的肌肉線條感呢會很明顯 他的腰帶呢 中間他的筋骨症的圖裝做得很漂亮 而且上面呢也有戰損的樣子 然後他兩邊的護手以及呢 他的腳的護腳呢 他勾勒出來的筋邊呢也都做得還蠻完美的 褲子的地方呢 他的作折感非常的明顯 欸不愧是普屋欸 難怪這麼多人都想要追子 那這隻誤換他的高度大概是26公分左右 他是做出誤換呢 他準備發出揮派氣功的樣子 臉部的表情還做得超級細緻的 用力的表情 然後頭髮呢 就是我們去懷孕的動畫當中 他那種灰色的頭髮 然後非常炸裂的感覺 衣服的地方呢 就是滿滿的都是那種戰損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皺褶感啊 都做得非常的明顯 他的肌肉線條做得超級細緻的 刻畫超好的 他的皮膚上面還有刻畫出來 他的那種戰損的痕跡超級棒的 手褲啊我覺得他的細緻度也有呈現出來 就很像是那種真的手的感覺 那這隻賽魯呢 他的高度大概是30公分左右 欸真的很誇張的大隻欸 他臉部啊就有做出他的那好用力的表情 而且啊他的眼睛啊就是那種邪惡感 然後露出牙齒的感覺 我覺得他的顏色上面分布的非常的好看 外甲的地方呢它是做紅色 然後裡面的地方呢它是做綠色 然後連他的尾巴的地方也是 外甲的地方呢是紅色 然後裡面比較靠近身體的地方呢 它是做綠色 連接觸的地方呢手臂 手掌還有膝蓋這個地方呢 他都用紫色的塗裝 雖然說他看上去五顏六色 但是呢他的顏色分布的非常均勻 非常的好看 他的外觀表面上面啊就是有那種凹凸不平的斑點 然後他是做出那種立體感之外啊 上面還有做出那種舊化的效果 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呢 出場大媽刻意要這樣子做 舊化分布的不是這麼的均勻 這一隻他連翅膀都做得超級大的 然後他上面啊還有做出啊 那種戰損的痕跡 尾巴的地方啊他除了說 有做出那種彎曲的感覺之外啊 他最末端的地方呢也有做出 他的那種流星垂的感覺 其實上次我覺得很可以耶 除了說他的尺寸上面非常大之外 也是第一次啊 出賽魯MAX這個角色 然後配色上面呢也算是還蠻特別的 不愧是啊這套青龍舟一番賞當中 大家第二個想要的 一番賞呢 他的主理人呢就是風哥 風哥呢他本身呢在Facebook 就有支援四個交易社團 他也是啊這四個社團的社長 我這一次啊實測一番賞的感覺啊 我覺得就很像是我在實體店面抽的感覺 可以讓我去尋其他店家一番賞的配率 也可以同時間看到有沒有其他人跟我一樣在關注同一套一番賞 在抽這個線上一番賞的時候啊 他也有那種 他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就是他有收藏櫃 就可以把你自己抽到的公仔 放到收藏櫃裡面去做展示 然後別人啊也可以欣賞到你的收藏櫃 像我啊我就會把這支浦屋呢放上去 當然要炫耀一下啊 另外啊一番賞呢他有多抽系統 他裡面所進駐的店家都是有實體店面的 如同我前面跟大家提到過了 一番賞呢他的主理人是風哥 風哥呢他也會用他去經營啊 這四大消易社團的理念來去經營這個一番賞平台 大家呢就可以安心的抽 放心的抽 用力的抽 講到風哥呢我怎麼能夠輕易的放過他呢 我覺得我每次在抽一番賞的時候 他都會撥尾到他這種那種怪怪的氣 他很容易就是那種掃掃就可以出獎 所以呢不管我們今天呢就把他的獎賞給抽出去 要怎麼樣呢可以得到這支A賞野獸物飯呢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這部影片 在下方任意的留言 以及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呢大家一定要去註冊一下 一番賞他們家的賬號 畢竟呢我還沒有跟他說我要抽獎 那另外一支賽輪的話呢 影片啊有到達五萬的瀏覽率的話 我們就直接立馬就抽這支賽輪 所以大家呢以上的注意啊都要幫我做完 那詳細的資訊呢我也放在底下的資訊欄提供給大家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看影片 別忘了就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就跟大家見面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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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 пог 按 cứ按摩 摩訝